Hello, 我是Jason 今天的《教学一分钟》 会为了介绍在泵这个单车胎 有什么要留意的地方 想知道更多的话, 继续看下去吧 如何泵这个单车胎 其实很多家众都有这个疑问 绝大部分的单车基本上都是充气胎 定期过来两个月就要泵一次 因为如果单车胎是不够涨的话 除了你踩的时候要用力一点之外 也会影响安全的操控 可能容易炒车 涉及这件事的话 一定要保持到这条胎长期涨 我们泵这个单车胎有什么要留意呢 首先要知道结构 你看到车胎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第一是外胎 充气就不是这里 其实我们的充气是充气在内胆里面 内胆其实是包在车胎里面 就在车胎里面 所以就不要搞错了 我所谓的爆胎 就是爆了外面那条 最主要是内胆又没有穿到流气 而我们分清楚这个之后 我们也要了解一下 我们要有个单车胸才行 但是单车胸要知道的就是 究竟哪一款是适合的呢 就要知道其实我们是哪一款的嘴 一般的小型单车 其实用这一款叫尾嘴的 对不对 粗身圆圆一点 但也有少数的单车 其实用一种叫法嘴的 是优身一点的 一般是用在车胸的车胸里面 因为那些条胎比较幼一点 所以整个嘴都会幼一点 所以要留意了 而我们一般坊间 你在单车宝文具部 都会买到这一种夹的 这一般你一定要用这一种单车夹 才可以夹到我们现在的传统的味嘴 这个就是放尾嘴的 行不行 夹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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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叫做夹到它就会崩起的 你看到 内膽开始脹了 行不行 一般的这些设计 其实都是用脚踩的 我这里用手示范给大家看 抹出来就不会扭气了 行不行 平时内膽会有一个吸吸着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防沉盖 避免沉和水 容易溶进到这个嘴里 但即使你不错 掉了或掉了 其实它不会扭气的 行不行 这一款就是尾嘴 但这个颈子 纯粹可以做到尾嘴 如果我的车是发嘴 那怎样呢 那你就要买这一种 叫大地泵 或者手泵也可以 它用一种叫聪明嘴 很好 它尾嘴或者发嘴也可以 它有两边给你选择 右边就是发嘴 你趴过来 粗身这边 其实就是尾嘴 所以无论是什么嘴 你都对的 它那个 拍了下去 夹着 一样 它这一种是拉的 拉高 它就会夹着 好实的 这一种 它的设计其实有两边 一个就是踩 两边 可以大力一点 咦 接着你就会问 其实呢 尾几杖才对呢 尾几多 所谓几磅的力 就不是单纯是用内胆去决定 用外胎也有的 因为外胎是包在外面的 所以外胎承受到多大的压力 就会显示了一条胎 那你那时候要怎样看呢 一般我们的车 其实都会在一条胎的两侧 也会有一个 显示出来 好像这一条胎 它就会说 就是承受到 40磅 至到60磅 的胎压力 那你一定的 磅数呢 就要控制这个范围 那如果你转做 bar 是怎样呢 2.8 至4.6 那每一条胎都不一样 那你封之前呢 其实就要留意 对不对 那如果我想最准确的 那你要选择一些 好像这支大地宝 有个压力标 那你呢 如果你知道 你要磅多少磅的气 你就把标 调到它要的 度数那里 那你磅的时候 它那支指针 就会转动 对不对 那你知道 其实我什么时候 已经是磅足够了 对不对 但是你说 我刚好那个磅 没有这些 这样的 这些 这样的标 其实都用了很简单的方法 用手指在上面压下去 那如果你硬的话 那代表 其实它也是够的 对不对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那整体来说 风气 风车胎 就是这个 既注意的地方 那有些疑问 其实都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希望 就为大家一一一解答 那想了解多些 我们接下来有什么 教学一分钟的话 继续subscribe 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和like我们的facebook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